MELODY 美樂 大家好 我是MELODY 美樂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見證關於一個婆婆 那個婆婆是我以前團契的姊妹的婆婆 我未見過她 我不認識她 但有一天聖靈催逼我 我就很想很想去老人院去探那個婆婆 於是就問了姊妹 拿婆婆的名字和地址 放了自己一個去老人院去探她 她也很奇妙 婆婆直接坐在老人院門口 好像在等我 然後我跟她解釋清楚救恩 跟她說上帝的愛 她的罪 她幾句說話 她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她的救主 接著她接受灑水禮 灑水禮那天 婆婆很開心很開心 她覺得很隆重 好像很榮幸 很光明地可以受洗 她那天就化妝 穿得很漂亮 拿著一些花 周圍問人 我漂亮嗎 我漂亮嗎 你給我拍照 你給我拍照 她受洗令我印象很深 雖然灑水禮 但是覺得是隆重到不得了 但是呢 沒多久 婆婆身體轉叉 叉得很緊要 就入了QE那裡住 那我就約她的媳婦 有一天下班 就去QE探她的奶奶 那去到呢 就想著鼓勵她 安慰她 鼓勵她多些去祈禱 去找神 那樣 預備說一堆這些說話 誰知去到呢 見到她插了喉 整個昏迷 已經昏迷了 插了喉 又聽不到又看不到 好啊 昏迷了 昏迷了 那我當場不知怎麽算好 因為我原本呢 就是想著去鼓勵她 去安慰她 去勸面她 那怎知她昏迷了 那我心裏面 想好那些事 不知跟 說不到了 那怎麽算呢 那我姊妹又看著我 我又看著她 大家都不知怎麽算 但是一場去到 沒有理由就這樣說 走的嘛 那我就跟她姊妹說 我們都是為她討告 然後我們才走 那姊妹說 好啊 你討告吧 我討告 因為我是組長 都要頂眼想她討告 但是討告的時候 就剛剛呢 就很忙的醫院 那些護士啊 那些阿嬤呢 就經常叫我 麻煩你借一借 借過來這邊 就借去那邊 原來呢 那段時間呢 晚上六七點呢 醫院真的很忙 又要派藥啦 派飯啦 量血壓啦 做清潔啦 這樣那樣 那樣 那她經常叫我借來借去喔 然後呢 我又不知 旗什麼討好啊 又覺得好像很阻礙人家做事 那樣 那她心呢 就很慌啊 一直都不敢開聲祈禱 不懂得祈禱 突然間不懂得祈禱 那時候呢 邪玲就來了 她就來嚇我了 她就說 人都昏迷了啦 你還在這裏祈禱 你看看你們 你站在這裏 你兩個站在這裏 阻著人家做事啊 還在這裏祈禱 她昏迷了 她聽不到你祈禱的了 你對著那個昏迷的人 暗暗沉沉沉 幹什麼呢 周圍的人會笑你的 那我啊 聽了她這樣說之後呢 我周圍看啊 心虛啊 周圍看啊 是啊 個個都好像 看著我那樣 啊 他們好像預備 我有祈禱呢 他們立刻哈哈哈哈 大笑我啊 會這樣去 恥笑我 取笑我啊 那我怕啊 怕到呢 不敢去祈禱 心裡很薄薄的跳 哇 出了汗啊 手又震啊 不知什麼事啊 好像什麼 這麼心虛呢 那麼 怕到一路不敢祈禱 但是那個姊妹 就等我這個祖長去開口 我不知道怎麼算好啊 啊 感謝神啊 那時候呢 聖靈就來幫助我啦 請救我啦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祈禱 是跟誰祈禱啊 那麼我說 我祈禱 是向著你祈禱的 他說 你祈禱 你最想誰聽到啊 我說我祈禱 最想你聽到 那麼 天父就說了 我就已經在聽了 那麼 聽到天父這樣說之後呢 哇 那時候呢 那個心頭大石呢 放下 很開心啊 那麼 醒了 整個醒了 對啊 我祈禱是向著天父祈禱的嘛 不是對著婆婆祈禱的 我祈禱是祈禱給神聽嘛 不是祈禱給病人聽嘛 我祈禱是為病人向神祈求嘛 我為什麼搞錯了呢 我為什麼 為什麼 連祈禱 祈禱的主角都不知道呢 忘記了呢 那麼 那 在這件事上 真是很大的提醒 我一世 這一生呢 我都會記得這個經歷 就是 上帝告訴我 我祈禱 其實是向著誰祈禱 也都在這個經歷裡面 我是肯定 神是我們隨時的拯救 隨時的幫助 我 我 就是 手足無措啊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的時候 拜神就這樣來幫助我 祂真是聽討告的主 真是與我們同行的主 張榮廉歸給神 下次我再跟大家說 發生在我身上奇妙的事 拜拜 所謂的主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